吉祥招采的橘子树 多采燕里的玫瑰花 品种多样的蝴蝶兰 随着农历春节的临近 越来越多香港市民开始选购年宵花卉 装扮居所 香港的花店一开始上新各类年花组合 近日 中心设计者在香港一家花店看到 店铺里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蝴蝶兰盆栽 大红花 藏宝图 大材主 色彩鲜艳 种类丰富 花店店长介绍 蝴蝶兰是温室种植 一般花期长达两三个月 很受香港市民欢迎 因此 店铺里的年花以蝴蝶兰为主 从去年9月他们就开始选品 如今店中的蝴蝶兰品种逾五十多种 平时都准备一个货架在那边 然后像你看人家订好的货 我们就摆在一边 平均我们每天都有五十个左右品种以上 我们现在存货量大概是一天有两千多颗左右吧 那反正就是不断的不断的这样子出去再回来的 就比较有名的这个是幻影吧 花瓣它的层次很好 它就很有动感的 你看它有浓面的 黄黄那个叫蜜桃 那个也是今年新出的 香港人过年可谓无花不欢 尤其是在居所摆放鲜花 对于港人来说 具有吉祥如意 花开富贵的寓意 花店店长说 为了迎接年花市场 他们特别设计了不同款式的蝴蝶兰盆栽 并搭配了特有的喜庆装饰 香港这边其实对年花 每一年对年花都很重视的 如果那年生意好的他们就要锦上添花 就买得更大的 然后有时候说 哎呀 今年这个运气不是很好 那来年也转个运 发开户柜吧 蝴蝶兰回来都是一小杯一小杯的 都是通过我们自己再去把它摇进盆里面去做设计 像有些那个好色连连啊 然后有些脸缝啊 红色的户柜果啊 然后那个长春藤 这是我们家独有的松鹤 长寿健康 店长介绍 目前他们设计的年花盆栽很受客户欢迎 预定情况十分火爆 从那月26开始 他们会24小时营业 以应对源源不断的订单 春节前二十千九一吧 就已经开始的大量出货 那现在也就是政治高峰期 比如像百合花啊 剑兰啊 菊花 玫瑰这一类吧 就大量上市的 销售金额年销是会平时的可能是两倍 两倍以上吧 最高峰期还是262728 基本上是24小时运作了 所以各方面都要顺顺利利的 这样子我们才有机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